我马尾一扎 其实每一个都像是 不长得都很像 他的音乐很柔的开始 马来西亚选手在太极拳的表现 其实也相当不俗 那是一个 我认识的难度动作 整个套路在太极里面 这个动作很有可能要被扣分 是 整套动作里面 其实它很大量的运用到了 你下盘的肌肉 所以说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 其实要跟着他们 做一整套下来 其实是做不完的 因为他们的肌力要求是相当大 他选择的音乐是 笑傲江湖 对 大家相当熟悉 这个动作也有符合到一个标准 从二续脚接着连续 不过这个没有做得相当的完整 尤其刚刚一开始 其实身体就已经歪了 所以连带的影响它后面整个表现 刚刚的这个确地龙的动作 如果坐在地上 大腿如果小于四十度的话 其实是要被扣分的 所以它整个大腿要尽量的能够拉承开来 越接近一字腿是越好 是 在看太极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注意到 就是选手 他是不是有一个中正安苏的一个动作 就是从头顶到尾锥 是不是都保持着一个直线 然后肩膀呢 是不是也都是放松 驱灵顶劲 然后手肘跟肩膀 都是往下成肘的动作 如果说他有做到这几个要求 身体是很中正安苏的 然后肩膀有放松 手肘往下放 力量整个往下去延伸的话 其实这套动作 做起来就不会太差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从头到尾 选手他基本上 头都是顶得很直 脖子都是拉直 立直的 整个看起来会整个很舒张的感觉 他后面这半段的表现 其实比刚刚好很多 整个动作有整个舒张开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衣服上面其实也可以做变化 为什么要变化呢 因为它可以配合你的身形 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呈现 像刚刚他这几个快的动作 其实衣服会飘啊 对 这看起来就是气势就更高一层 意境不太一样 对 它的衣服呢 是有比较多的沙的感觉 所以就会稍微的显得飘逸 如果搭配你的动作 搭配你的音乐的话 它所呈现出来的观感 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这是马来西亚的蔡凤云 我们再来看它在整套动作的一个呈现 前半段稍微失误多了一点 是 在后面呢 就表现得相当的冷定 其实有两种选手 一种就是呢 一失误 后面完全失常 他们想走板 对 另外一种就是我豁出去了 对 他的成绩呢 是9点6分 目前呢 是排在第三位